COOL You know the jungle is the truth And I just try to keep it cool And I'll be sure 麻辣鍋湯底 好香喔 今天呢要帶你們去一間寶藏餐廳 吃菜 大西漢 讚讚呢 阿南洗好了去吹媽媽 現在自己擦 我幫你 我幫你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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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等一下 你去不復反 你在小桃德的床上 超開心的是不是 很白啊 你幹什麼 你們在那邊好笑 釋放壓力 我好笑 我要下去 你要下去嗎 下囉 跑比我快 大桃買了一堆 麻辣鍋湯底 我們先煮的這一包是 飯有蜜製麻辣火鍋湯底 它是嚴選中料材熬煮的喔 的確味道聞起來還蠻香的 那我們就是等它熱了之後看看 因為它是湯底 好像是不需要再另外稀釋就可以了 橘橘紅紅的上面有一層辣油 好 加入貢丸 花枝丸 福州魚丸 魚豆腐 跟洋蔥 好 水餃加的是 山東手藝的 這一款 三鮮豬肉 我們有好幾種口味 我只覺得這個味道應該比較淡 就把它加在麻辣湯裡面 然後它的韭菜還蠻好吃的 就這一家的 大草蠻喜歡 好香喔 超香的 丸子差不多都熟了 放兩根油條 然後撒點蔥花 好我們的早餐完成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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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黑倫薄的花枝條 好吃耶 它是在胃上面可以輕鬆買得到的 它的那個花枝條裡面有很多顆粒感 就是真的花枝在那邊的感覺 然後 不管你是要煮肉跟面啊 加进去 然后或者是用气炸锅炸个十分钟 然后我都觉得好好吃哦 对它就是很抬 然后这一包 那个任曲99大华超市 就可以轻松买得到 特级鱼豆腐 这我们已经回购很多次 我们基本上冰箱都有常备的 就现在还有一包新的 这个也是我们很喜欢 煮火锅啊煮面 就是都会加一点的 嘿 嘿 去吧 嘿 嘿 先生 嘿 对你的肉酥很好吃 他在看我们吃什么好料 你都想要看我们吃什么 我如果要还要 Levi 我跟你们偷偷Это beh 录高高自己吃icting 不チ Allies Deadpool hoo 这个 你这个怎么啦 你想玩是不是 我們来吃饱就想玩 我看 吃光光也 我看 吃光光也 看 International 看 吃光光也 我看 我看 今天要帶你們去一間寶藏餐廳 是我們其實私底下很常不想自己煮的時候就會來這邊吃的 因為我覺得CP值非常的高 平時的話呢 午餐時段只要15塊左右 然後晚餐跟假日是大概20塊左右 我覺得菜色是非常豐富的 欸 夏巴貝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吧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菜色有什麼 先看熟食區好了 最基本的蔬菜炒麵 炒飯 還有炒麵粉 青椒牛肉 辣醬蘑菇 蝦仁跟芹菜 然後還有那個蟹肉棒 花椰菜雞肉 炒食酥 然後清蒸 鯛魚喔 對 鯛魚吧 叉燒 茄子 巧克力 這邊好處的地方它的炸物這些都保溫的很足夠 拿到的時候都是熱的 然後甜甜圈 芝麻球 蔬菜天婦羅 地瓜 炸蝦 炸餛飩 炸香蕉 炸春捲 薯條 鍋貼 然後雞肉串 炸雞翅 炸花枝 焗烤扇貝 紅燒魚 焗烤螃蟹 炸烤螃蟹 BBQ 熱材 酸辣湯 蛋花湯 海鮮湯 這是剛剛才補完的 椒鹽香 各式各樣的壽司 鮭魚和鮭魚生一片壽司 現做壽司 醬爆茄子 也是妳很愛的 培根裡面是蟹肉棒耶 我們等一下回去吃 西瓜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邊就有很多的蟹肉沙拉 冷盤 蛋糕甜點 新鮮的水果 然後呢各式各樣的醬料 有中式的醬料 西式的醬料 就是在美國這邊幾乎每個大城市 應該都有很多類似這樣的 他們叫做Chinese Buffet 就是中餐的自助餐 然後很多美國人啊 墨西哥 反正各式各樣的人都會來吃 就不是只是華人來吃 甚至華人在這邊可能佔的比例 顧客來說還算少 因為這邊的餐點的口味 基本上都跟 像是美國那些Panda Express 熊貓快山那種 就是屬於美式的中餐 那你說美式中餐 很多新移民的華人 可能會覺得說不太好吃 他們不夠道地 可是 其實對一些住在美國久的華人來說 其實也是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就知道說 它的陳皮雞啊 公寶雞啊 乾餅式雞豆啊 一些烤魚啊 煎魚啊 還有什麼左中堂雞這類 就是 美國人常吃的中餐 炸春捲啊 炸芝毛球等等 就是其實這些東西 雖然在亞洲 在中國啊 或是台灣啊 香港 這些地區可能 平常不見得吃得到這邊的口味 可是 在這邊你吃的時候 它其實如果執行的好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那其實就要看每個店家他們自己管理的好不好 像這間A家Buffet 在森林湖的這一家 因為我每次來 幾乎 就看他們補菜都補得很勤勞 而且大部分的菜色料理都很新鮮 所以你就覺得來這邊 你可以吃到各種蔬果蔬菜 然後肉類海鮮類 這麼多料理 所以我就覺得說在美國 這邊 如果你想要省錢 又想要吃的比較營養均衡的話呢 我覺得來 像這樣的餐廳吃飯還算蠻划算的 你在這裡最喜歡的前三名菜色是什麼 它的炸魷魚 然後 就炸花枝或魷魚 然後 很奇怪 它這邊的炸雞翅 還有它的炸雞肉串 看起來也不怎麼樣 你吃下去它的炸雞翅和炸雞肉串 都是有醃製過的 就是在 可能在亞洲地區的 才會吃到這種這麼入味的雞肉 然後它的壽司 都是很新鮮的 就不會像 像有些類似的餐廳 或是你到超市買那種現成的壽司 就是飯已經都冰很久都乾掉了 那當然這邊你說 畢竟它是蜘蛛餐廳 它是全天營業的 嗯 你還是可以建議盡量是在正餐的時候來 雖然它下午生意也不錯 可是 如果你到很冷門的時段來 或許有些菜色 可能因為畢竟人太少 在蜘蛛餐難免就是會擺得久一點 但是你基本上只要是正餐時間 都可以吃到很新鮮 而且品管非常好的菜色 我覺得第三個是 我喜歡它的那個四季豆 因為通常在美國要吃到那種 比較屬於華人的蔬菜不容易 然後來這邊可以吃到這種 比較重口味的四季豆 我覺得就是吃的會比較下飯一點的感覺 對 而且你去那個華人餐廳買一份乾扁四季豆 對 加上它不到那種 真正的很道地的乾扁四季豆 可是就是你可以讓你吃一些 就是吃一些那種華人的菜色 我覺得很棒 這是小朋友也可以接受的四季豆的鹹度 對 當然它週末的時候還會有 或是晚餐時段會有比較多的海鮮 有時候會有蟹餃或是小龍蝦 然後像牛奧良的手排海鮮 然後也會有那個韓式烤肉的那個牛小排 帶苦牛小排 他們這邊也還算不錯 就是調味啊各方面也還算蠻超值的感覺 對 好這就是大陶剛剛說的炸雞翅的部分 它是薄皮的 裡面有醃製過 對 看起來蠻油亮多汁的 對 很鮮嫩然後是有入味的 對 是華人喜歡的那種鹹味 不是只有皮有味道 我剛剛沒吃皮 可是裡面也是很入味的 對 對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普通 可是吃起來就會覺得不錯的 是這一家品館好 然後這也是大陶推薦來這裡要吃的雞肉串 它其實跟雞翅可以二選一 只是說小朋友吃的話呢 因為小朋友不適合吃骨頭 對 那就吃這個就好了 你嫌吃雞翅麻煩的話 你就吃這個就好了 對 因為它的肉並不會很乾 然後而且都很入味 但我覺得調味上這個比較偏甜一點點 可是也是很好吃的那種甜 就不會太甜 嗯 然後喜歡吃海鮮的話呢 就可以吃鹹酥蝦 當然週末的話就是會有蟹餃啊 小龍蝦之類的 我自己個人很愛週末來 這很有彈性的喔 超級Q彈的 好這裡的地理位置呢 就距離耳灣大概開車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然後我有看到許多網友就是 可能週末啊會帶著小朋友到處出遊嘛 我就很推薦你可以就是到這種buffet的地方 因為不管是大人可以吃的開心 連小朋友能夠吃的選項都蠻多的 因為常常帶小朋友出門就是 你要找大人跟小朋友都可以吃的東西 會比較困難 像這裡的話呢 小朋友可以吃他的pizza炸雞 然後甚至水果的選項也蠻多的 像我剛剛拿的西瓜耶 因為我們家人比較少嘛 一家三口而已 常常看到就是有一大顆西瓜都想買 可是會覺得吃不完 那你來buffet吃就是可以很輕鬆 就是營養均衡啊 吃到自己想要吃的西瓜 他們的甜點的選項也還蠻多的 也有雙麒麟 小朋友都會很開心的說他也要來吃buffet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適合全家大小來一起吃的 到週末的時候更是可以發現 很多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來聚餐 好今天跟各位觀眾朋友開箱的是 Tesla Model Y的七人座版本 那為什麼今天想說要來開箱一下呢 主要是因為台灣 我知道很多觀眾朋友一直在等 看是不是今年2021年的年底 台灣會開始銷售這台車子 因為Tesla Model X對很多人來講 在台灣太大了 Model 3又太小 然後Model Y就變成是 大家剛剛好有小朋友的家庭就很適合 而且價位也適中 那在美國雖然Model Y已經銷售了一年多以上 可是很少人會去選擇七人座的配置 那今天我們剛好有很熱心的朋友 我們約在公園玩 然後他們剛好今天交車 他們開的剛好是七人座的 他就很熱心的讓我們來介拍一下 所以七人座的位置 這樣子如果有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坐的話呢 大概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可以給各位觀眾朋友做參考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是示範一下 如果第三排加了嬰兒座椅安全器座的情況下 會是大概什麼樣的一個配置 然後呢把第三排嬰兒器座拆掉以後呢 第三排如果要做成年人的話呢 大概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已經知道說第三排 Model Y的第三排本來就是 算是比較擠的 但是我們還是想說你們好奇嗎 就體驗看看 看看今天實際上測試下來呢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七人座 可以坐多少人 好這邊可以看到第三排的座位 拿起來了以後 行李箱還有這樣子的一些空間 然後這邊呢 小朋友的器座 腳的空間只剩下一點點 目前後座呢 現在做了一個兩歲跟六歲的小孩 然後我們留了一個縫給他們放腳 小朋友不習慣做那麼小的是不是 對他前面就一個腳的範圍而已 OK有做的剛剛好 當然沒有做前面那麼大 但是第三排本來就是會比較小一點對不對 但是你至少可以做得住 然後第二排呢 你身高多高 168公分 好沒有謊霸 然後看一下 大概有一個半拳頭吧 好我們看一下喔 好 所以這樣子 所以大概170幾公分 所以人也都沒問題 對膝蓋都可以 好頭頂一個拳頭左右 對 好Tesla Model Y的唯一一個小的 小的 不能說是缺點 它設計就是這樣 它的窗戶最低就是到這個高度對不對 你再往下開可以嗎 應該不行 好像不行了對不對 幾乎是八分開了 對 好然後我們現在來試驗一下 就是 第三排不是放兒童嬰兒座椅 大人可不可以坐 對好 好你進去看看 168公分 好 行李蓋 蓋起來的情況下 你在後面坐大人呢 嗯 對我只會有 我會有一點撞到 但它其實那個 車窗這裡 你想像中 還是多了一個凹進去的 對好 你如果坐挺的話咧 坐挺 如果正常屁股完全靠在底的話 沒有辦法 它那個頭會變這樣 OK 所以168公分 坐第三排是沒有辦法的 對 它現在腳是剛好 對剛剛好 第二排還是可以再往前 前面的部分看起來 就是也是非常的 剛好 非常非常的緊 大概大人應該也很難做 對 除非司機不能太高 對 我們現在第二排是剛剛佩莉 坐第三排的時候的那個位置 對 我看大人進去實際上 坐不坐得住 對 就是後面如果要坐一個 150幾公分的大人的話呢 對 第二排 的位置 算是剛剛好 算是剛剛好 就是膝蓋剛好頂到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現在駕駛座也沒有調到很後面 駕駛座大概也是大概 170公分左右的 駕駛的位置 所以可以170 160 150 對 這樣蠻有參考價值的 對啊 七人座的話呢 像第二排這邊 它的椅背的那個幅度就 就很多 可以再更癢一點 或是更挺一點 都有大概 四五吋左右的空間 可以做調整 這樣就是喜歡做癢一點的呢 可以把它調低一點 這樣往後躺的比較舒服 好 第三排放下去的空間 看起來非常的大 可以裝很多東西 這就是跟Model 3 最大的不同 就是這行李箱空間 又大又深又高 而且前面還有一個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你這鄉下土包子 才在想說這要炫一下 我想說給大家看一下 前面也可以放東西 好 今天交車的一些 大家最關注的說 Tesla的那個新車 Model Y現在的施工品質如何 就是看到這些 這些組裝的地方 我們剛剛繞了一圈 幾乎都是很不錯的 並沒有不均衡的感覺 就是不會一下出一下戲 車主如果離開的話 他會自動上鎖 關起來的話 理論上後視鏡就會 鎖起來囉 大概快40公尺左右吧 40公尺左右 然後他的那個後照鏡 就會往內折 就自動上鎖了 對 YES OK 好示範完成 OK 好示範完成 OK OK OK